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街舞提档上线 王一博粉丝应援总决赛 打造一片专属的绿海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临近收官 最后的一期也提档到了周六的中午12点上线 同时衍生的节目 一起火锅吧 也从周日12点提档到了周五12点 即将迎来最后的一段赛程 对于这就是街舞而言 第五季即将在本月的29日迎来总决赛 这档老牌综艺节目 在今年的表现褒贬不一 更多的是辉煌不在 各种的赛制更改 推陈出新 弱化了明星队长的影响力跟热度 相应了娱乐圈的清朗行动 这也是为何这一季街舞被广大网友各种吐槽的地方 虽然说 明星的加入跟舞者的互动能够增加热度 让舞者出圈 但是带来的弊端也是存在的 就是过度的综艺化 让很多的舞者失去了街舞该有的氛围感跟精神内在 在火锅间中 王一博就多次提及到了这个问题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很多舞者通过这档节目成功出圈 被很多人熟悉了起来 也就逐渐失去了真正街舞的初衷 更注重商业利益化 反而不再纯粹 很多的舞者 他们出名后 放弃了很多比赛的机会 方向也发生了改变 这对于最初对街舞的热爱的初衷截然不同 节目中 王一博说 刚开始喜欢街舞 就是参加各种的比赛 就是要争冠军 谁都不会在乎 我来就是要用跳舞出名的 在这个圈里子成为元老 要拿冠军 其实他的这段话 也让我们明白了 为何这一季的节目在推新人的时候 不再注重个人的实力呈现 更多是给予他们参与的机会 团队的合作 不再安排队长跟舞者的互动 甚至是队长之间的battle 也是为了更好地 让新生大舞者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能够传承街舞的文化 体会到街舞的精华所在 的确相比于之前的四季街舞 这一季街舞没有了1v1的battle 没有了队长组队battle 没有了各种互动 弱化了队长的存在 都是为了更好地为街舞新生大铺路 让他们来总结经验 来感受街舞的氛围 真正的街舞 需要的是实力 是在一次次的battle中 在音乐舞蹈舞感的各方面的提升 长见识 让自己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作为看客 奔着明星艺人而来 为了看到燃炸的舞台 为了综艺的效果带来的愉悦 但是我们更需要尊重一档 节目的存在意义跟价值 这是一档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必然要的就是这种的氛围感 街舞作为一项体育类项目 就是有那种拼搏的劲 激发出我们内在的前置 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 最后呢 想说一下 王一博的粉丝的确是很拼 虽然这一季看不到太多王一博的舞台 但是总决赛一定如期而至 更会有他的专属舞台 所以呢 在总决赛门票开售当日 瞬间秒空 势必要跟王一博来一场绿海式的互动 其实很期待了 这世纪跨年后首次公开场合再度见面 绿海只为一人而来 小摩托们狠得好拼 欢迎订阅